大家好,我們這邊是一個DBL和一個NIC 今天謝謝大家來一起有參加我們這顆開放系列永續資料庫的試玩 還有給了很多回饋 我們今天準備了13本報告書的20個欄位 所以我們260個欄位 260個欄位裡面我們今天收到了非常多朋友 包含OO、Stanley、Nick、Vivi、Paul、Yo、Dbio、Reno、Nin、Oliver、百變怪還有Yoga來幫我們填資料 我們總共收到54筆的填達紀錄 那這54筆裡面總共用每一筆會請大家驗證至少三次 所以我們收到154筆的驗證紀錄 那其中如果有超過3筆是標準正確的話 我們就會把它當作是通過的紀錄 所以我們54筆裡面總共有3分之1就是3筆 是有通過這個驗證的 好的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們有大概算一下大家的排名 這個排名會和你填的欄 唯一有的人會抽到籤網 就那種很難 你可能包括說要看十幾頁才看到答案的這種東西 所以我們會看大家填的難度 然後來看大家分數和貢獻度 所以我們今天有找了那個不小心抽到前三男的題目的這三位 就是O、O、Olive還有YOU 所以請這三位等一下可以來找我們 就是我們會贈送那個透明足跡的環保帶給大家 對 對 然後再來使用者分析的話 我們等一下會請你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今天收到了很多這些回饋 然後最後一個我這邊提的是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朋友是 Tim就是有給我們一個新的發言 因為我們一直在講自然語 那個NLP或是大型原模型的能夠幫助我們來判讀報告 所以我們原本 今天他給我們一個新的方向 然後給了一個離線的這個NLP的模型 可以幫助我們可以搜尋到可能 縮小那個需要搜尋的範圍 那我們接下來就交給Nin來講我們使用者的分析 好 那我快速的總結 跟再要今天大家幫我們跑這個測試的結果 然後 我猜現場可能有人剛剛說 沒有機會經過我們的攤位 那我稍微截圖一下我們的畫面 我們畫面就是會引領大家進去這個 閱讀器的工具去幫我們填寫 然後今天所填寫的人呢 大概三分之二都是過往 可能他比較沒有積極關注ESG主題的 於是他等於是在相關背景上面 知識比較少 那等同於他在閱讀報告書的時候 可能會需要更多的提示 那我們從中有得到一些回饋 這是我們填寫報告書的頁面 右邊它是一個閱讀器 左邊是可以讓你在閱讀圖中 直接做輸入數值的介面 然後我們收到非常多回饋 包括說有些印刷地方可以給更多的提示 然後對於新手來說可以有一些更友善的 不管是你關鍵字的鎖印 或者是有更多輸入地方的介紹 然後在要總結最多人回饋就是希望可以有 針對新手來說有更多的背景知識 或者是更多的描述 然後在輸入的地方有讓他們可以清楚去 因為他是新手他完全不知道 我們當然希望他做下來就可以填寫 希望有更好的UI可以跟他使用 以及我們有一個區塊是在做驗證的部分 那他們也會希望說他雖然看到有錯誤了 但是他沒辦法去做修改 或是沒辦法給更多的提示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會持續的再往前推進 下一次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更好用的網頁跟閱讀器 感謝